今天介绍的故事是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头名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 ABC谋杀案 一个匿名杀人狂写信宣称 要按照名字的首字母从A杀到Z 这种完全不按套路的杀人案 大侦探波罗能否破案呢 阿加沙老来来的电影又是能这么简单让你猜到结局的吗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故事开始 好友黑斯廷斯正跟大侦探波罗吹水聊天中 此时波罗拿出了一封信 神神秘秘的交给他 原来这是一封挑战信 大意识 听说你是个无案不破的天下第一名侦探 那么本月21号安多福会发生点什么呢 落款ABC 安多福是个地区 能找上波罗的那就不可能是普通事 可今天就是21号啊 两人急匆匆的赶过去 果然就在当地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一个开商店的老阿姨被人从后面一棍子敲死 现场没有抢劫的痕迹 旁边放着一本ABC铁路纸栏 这是一本旅行书 联系到之前匿名姓的ABC落款 这不就是那个匿名凶手干的吗 椅子上还放着一双丝袜 一个60岁的老阿姨要丝袜 做什么呢 A阿姨有一个丈夫 感情不可有分居了很久 还是个酒鬼 多次扬言要杀死老阿姨 警方当然是第一时间将他抓回去了 根据后老的伤口方向来看 波罗认为凶手应该是假装买东西 趁转身的时候行的凶 不太可能是他丈夫所为 A阿姨还有个外甥女 在有钱人家里做女佣 伤心的不行 她也能证明姨夫经常威胁她的姨妈 目前老阿姨的丈夫依然是第一嫌疑人 几天后又接到了立民信 这封信的大概意思 上次很顺利游戏才刚刚开始 本月的25号 贝克斯西尔海滩又有好戏发生 落款ABC 显然是又要杀人呐 波罗赶紧集合老友总督察和当地的警长一起讨论对策 让他们留意所有路过的陌生人 而且根据上一个案子的信息 受害人在安多福 地点名字正好是A开头 死者老阿姨的名字正好也是A开头 第二个人在贝克斯西尔B开头 看这个思路他要杀的人也是B开头的 而且他这明显介绍从A杀到贼 可现在正值假期 当地警长很黑人问号脸 你让我们警察在一个旅游海滩留意陌生人 你在逗我吗 没办法还是得去啊 调动所有人调动的警察 在人多又比较重要的地方呢不防 可第二天一具女尸 还是被人发现在了海滩 旁边依然有一本ABC铁路指南 不用说又让连环杀人狂得手了 死者是附近餐馆的女服务员 名字就是B开头 跟父母同住 有一个亲姐姐还有个男朋友 都快结婚了 她姐姐坦白 B小姐有点水心洋花 她本身也颇有姿色 经常接受其他男人的邀约出去溜达 男朋友为此跟他妹妹是吵了无数次 那这男朋友不明显有作案嫌疑吗 三个人马上去质问戴帽子的男朋友 确实从表情中能感受到爱的绿光 男朋友就交代了 当晚B小姐说跟一个女闺蜜 去周边的镇子玩一玩 她当然是不信的啦 晚上就偷偷的开车去那边的镇子 在几个旅店打听入住信息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当时心情就很低落又很慌 就在街头晃晃晃思索一下人生 然后就开车回来了 没有目击证人 虽然他有杀人动机和作案时间 但是在波罗看来杀死宋律女友 这可以理解 但是第一位AI跟他八杆子打不着啊 这怎么结实呢 事关重大 总督察决定将案件公众于世 让广大吃瓜群众有所提防 果然没过几天 波罗又收到了第三封匿名信 赶紧打开又是ABC 这次直接就表示 29号 撤斯特你懂的 撤斯特就是C开头的阵子了 又要杀人了 可今天就是29号 去阻止根本就来不及啊 你下次记性能不能稍微给点营救时间呢 这封信呢也很奇怪 地址竟然写错了 耽误了好几天 幸好收件人是赫尔克里波罗 这种鼎鼎大名的人 才不至于退回 当波罗和好友黑斯廷斯 午夜时分终于赶到的时候 果不其然 第三个死者出现了 一位C型开头的老爵士 被人用盾气从后脑给敲死 跟第一个死者的手法相同 C爵士喜欢收藏古董 比较有钱 有个得了绝症的妻子 还有个胞弟 老爵士平时跟家里 年轻貌美的女秘书 走得非常近 所以他妻子颇有怨言 在波罗看来 ABC三个死者 距离甚远 毫无联系 虽然前两个案子都有 明显上说得通的凶手 但连在一起又没法解释 蓝不成真的是遇到破不了的案子了 再去问一问老爵士的妻子 他对女秘书那个小妖精 那是一肚子的气呀 没办法 爵士死的那天 庄园来过一个陌生人 女秘书还跟那个人聊了很久 但看的不是很清楚 哎 波罗之前问过女秘书啊 说当天有没有异常人来庄园呢 他明明说没有陌生人的 你这不是蒙人吗 为什么要撒谎呢 第四封信也随之送到 又是ABC落款的挑衅口吻 下一次杀人的地方 是下个月9号 D开头的唐卡斯特哦 求咪 各大报纸真相发布消息 总督查提议 让这个地方 但凡名字D开头的人 全部躲在车底 不就完了吗 想法是好的 但是这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赛马节 成千上万的人会走向马场 各种叫喊欢呼 到时候混乱中杀个人 根本就仿不胜仿啊 这怎么搞 正好今天女秘书在场 波罗顺便就问一问 那天你见了人 你怎么说没见人呢啊 此时的女秘书才想起来 哎 那天还确实见到过一个人 但是是个上门推销斯瓦的 没太在意 就几句打发走了 谁会把这个记得心底是吧 当提到斯瓦的时候 波罗突然一哆嗦 就是这个了 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第一个死者A阿姨 桌子上就有一双丝袜 第二个死者B小姐啊 离死前她妈妈还送她丝袜作为礼物 显然就是上门推销之后买的呀 第三次又是丝袜 哪有那么巧的 这丝袜的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 但女秘书实在想不起来 那个推销员的长相 因为实在太普通了 只知道连结大 戴眼镜 驼背 一脸帅样 其他就真的不记得 波罗召集所有相关案子的家属和警察 准备在比赛过程中留意观众席中的丝袜推销员 另一边 一脸酸样的眼镜书也就逐渐走进了视野 他有点神经叨叨的 看着外面铺天盖地的ABC凶案报道陷入了沉思 虽然女房东劝他不要去地震 但他坚持一定要去 说完穿上衣服 将丝袜装箱就出发了 这难道又是去杀人了吗 来到了地震的小旅馆 眼镜书神情胶着 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也知道这个地方马上就发生命案了 稍微整理以后呢 就提着箱子出门了 在电影院 眼镜书看着电影 差不多电影结束时间就准备离开 接着临走前 一刀捅死了电影院的某个人 死者的旁边 又是一本ABC铁路子弹 而在赛马现场 波罗突然想到 如果想在马场杀人 凶手的目的 不就是用其他的声音来掩盖行凶过程吗 那么同样的思路来推理 这一系列看似随机没来由的杀人案 是不是也是为了隐藏其中的一件凶手 真正想做的案子呢 这一边 眼镜书回到旅馆正要脱衣服 怎么手上有血 再一艘口袋 还有杀人的刀和手帕 又是一脸痛苦 似乎根本记不起来刚才所做的事 像是有间歇性精神病一样 而他洗带血的手的时候 正好被旅馆女老板给看到了 随即奔向警察局报警的 毕竟报纸上天天都说连环杀人狂的事情 大家都懂的 波罗一些人赶到旅店 上面登记的名字简写 果然是ABC 登记地址也符合几封匿名信的邮票面值 床下放着一个箱子 全是丝袜 最里面还有行凶的刀 这你还怎么说 原来呀 眼镜书是个颠线患者 经常做些无意识的事情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这么胡乱杀人也是有可能的 他也主动对波罗交代了 他从小被母亲认为是个干大事的人 以后肯定名扬天下 可惜呀 现实是残酷的 谁曾想现在他一把连击 还仅仅是个丝袜推销员 波罗说道 所有的信件都是从你家的打字机里面打出来的 十分吻合 可你说打字机是公司给你的 但根据警方调查 雇佣你推销袜子的公司 根本就没有登记你这好员工 怎么会给你打字机呢 这一切难不成是你意想出来的 眼镜书评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牌 言语中有一次打牌呀 一个牌友语重心长的预言他会出名 不过最终会被绞死 本来一切证据都显示是眼镜书的 加上他间歇性失控又失忆 在法庭上他也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 但是有个目击证人主动上门作证 哎 毕小姐海滩被杀的那天晚上啊 这个证人跟眼镜书正好打牌打了一晚上 所以他不可能有时间去杀毕小姐的啊 这一说确实把波罗给拦到了 是他杀的吧其中一个案子又不是他 不是他杀的吧他又承认了一切 波罗觉得这一切肯定没那么简单 虽然所有的案子他都很巧妙的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也从他的房间搜出了行凶的刀具和血迹 但是毕小姐的案子显然不是他做的 一开始波罗认为他很有可能有双重人格 但是经过他缜密的分析和判断 这根本就不是双重人格 而是两个人作案 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 背后的真正凶手又是谁呢 波罗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分析到 通过打牌 幕后的凶手知道眼镜书是个优柔寡断 畏畏缩缩 易受影响的人 这也是选中他来背锅最理想的人选 接着神秘凶手给他看相 我看你骨骼奇特等你穿上博士服的时候 闭上热搜 眼镜书也就信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幕后凶手以知名斯瓦公司的名义 招募眼镜书做推销员 并给他寄去了打字机 只用去指定地点推销就行 实际上之前的杀人匿名信 早已用这部打字机打好了 之后再给眼镜书工作指示 到几个死者家中推销 建立他在现场的痕迹 三次案子每次都在现场 又不能管控自己行为的病人 又经常示意 哪能不怀疑他 但是一切花里胡哨的谋杀案 最终要回归的 最简单 最原始的根本问题上 那就是 谁能从这些案子中获益 A阿姨 开商店的没多少存款 她的外甥女从中根本得不到好处 B小姐 仅仅是个服务员 收入微博 男朋友嘛 已经有多次被绿的经验了 是吧 C爵士 百万富翁 妻子得了决认 不久于人世 女秘史虽然有暧昧 但是没结婚 根本不可能集成遗产 而他死后财产最大受益人 毫无疑问 就是他的包弟 包弟当然跳起脚反模了 说我杀人 我还跟你们一起在马场找凶手呢 第四个在电影院死的人 怎么解释 波罗说的 马场人多 又没有电话 又没有监控 跑出去杀完人 再回来 很正常对吧 而且就是包弟 给眼镜叔指定的任务 入住的也是指定的旅店 找到眼镜叔很容易 跟着去电影院 等他离开之前 就下手杀人 然后找机会 将凶器悄悄的塞入他的口袋 以他坚信心失忆的精神状态 百分百会认为自己就是凶手 这就是你的策略吧 说的这个包弟有点慌了 但是你没有证据啊 波罗 波罗 有证据 打字机上有包弟的指纹 如果这些事跟他无关 那上面是绝不可能有他的指纹的 这一下包弟的心理防线 彻底崩溃了 一切水落石出 故事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花里胡哨 巧舌如簧的表象下 最终的归属 终究 还是利亚 我是俄斗 一个让你沉迷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失他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